由隆威足球俱乐部举办的第四届加州华人河水杯足球赛 在过去的周末在贝尔花园市举行 总共有6支队伍交叉对抗 前中国国家队的队长 前香港足球先生吴群立也有到场参与 第四届加州华人河水杯邀请赛在14号、15号举行 为期两天的赛事总共有6支队伍交叉对抗 决赛由芝美成都和隆威俱乐部两队的足球队对决 大家互不相信争取每个入球的机会 最后由农威俱乐部22比0赢得公开赛的冠军 农威俱乐部的队长苏自然指出 足球邀请赛的目的是希望训练球队准备参加北美华人比赛 另外希望吸引更多的足球爱好者 能够参与足球这一项运动 在美国都能够找到兴趣相投的朋友 我们的比赛主要的目的就是 让多些有足球爱好者可以多些周末有不同的活动 也希望慢慢加强我们华人社区内的凝聚力 因为有时踢足球会可以令到大家的感情或者气氛会更加好一些 而至美成都的队长李武行就指出 虽然没有赢得冠军 但是该队也都打出了自己的风格非常值得 刚才那场比赛无论输赢我觉得很值得 因为我看到了整个球队的凝聚力和大家齐心向上的一种正能量吧 我觉得是 前中国国家队球员群立指出 美国华人的足球运动发展越来越蓬勃 赛事繁多令到更多人能够参与 另外华人的体质虽然与美国人不太相同 但是只要善用优点程度也不会双差太远 一个美国人的新的条件一定要给你们高大一点 力量充足一点 所以我们特别是广东 足球就比较灵活一点 小快灵以前都很提倡这件事 如果我们可以做到这件事 跟他们完全有可能抗衡 与与球队也好 什么球队也好 天哪位是记者李浩晴 楚邦报导